赴美国坐视管婴儿获有结果 钟丽提一简短发等生 现年48岁的钟丽提与前两任丈夫育有三名女儿 之前她与现任丈夫张伦朔结婚 还到美国坐视管婴儿 年终亦被拍到进出妇产科 她不会沿线正准备中要调理好身体 不过日前却传出她的20岁大女反对她生第四胎 她一承认此时直老大叫担心她 但她觉得人生要开心要挑战 大家庭会更热闹 近日 钟丽提在微博晒出简短一头短发照片 新的发型我不习惯 你们喜欢吗 哈哈哈哈 随后还晒出数个无奈眼脸的表情符号 令网民怀疑她再度怀孕 有网民指短发与怀孕期确实一打理 继续阅读 请往下滑 照片中 只见钟丽提戴住毛丁迷彩帽 顶住一头利落肩上短发 耍裤鞋看住镜头 脸蛋妆容与发型互相映衬 性感且不失帅气 难得回到短发 掀起不少粉丝热议 大家也分分大赞非常好看 颜值高怎么剪都好看 还是很漂亮 还有网民在底下询问 乃不是说很想念长发吗 但是看起她随后也在底下解答 我在台湾的发型师剪太多了 早前她与老公张伦硕上访谈节目时 就曾透露 曾剪了一个非常前卫的发型 把厚脑勺的头发全剃光 然后还弄了一个V字在上面 V字里面还有图案 她自己非常开心 但老公却崩溃了 还对她怒吼 乃是三个孩子的妈妈 这句话让她足足挤了两年 更多新闻 2018年10月 身材发福与传怀孕 钟立体报第四胎动静 47岁香港女神钟立体 与小12岁老公张伦硕结婚一年多 肚皮动静一直是外界焦点 她先前曾透露 自己正尝试做试管婴儿 努力判第四胎 近来她就被发现身形圆润 腰身也明显变粗 引起外界猜测已经做人成功 但碍于三个月近几不能透露 她26日出席活动时 也正面回应此事 强调自己没有怀孕 但正处于备孕阶段 钟立体育有三个女儿 但都是与前夫所生 但结婚至今近两年 与现任丈夫张伦硕都未有爱情结晶 因此这也成为了她目前最大的期待 也不只一次表示自己非常喜欢小孩 十分渴望再追生一儿伴女 不过 近来钟立体就被发现身材上似乎有些变化 从近一个月的机场侧拍照看来 她的身形明显变得圆润 腰围似乎也变粗了 打扮上似乎有特别改变选择宽松衣物 看上去韵味十足 被怀疑是成功怀上第四胎了 对此她26日出席北京冒奔奖典礼时被问及此事 她回应中国媒体新京报称 非常谢谢大家的关心 但是她现在真的没有怀孕 目前正在积极被孕 确实真的很想再生一个孩子 事实上 钟立体九月就曾在微博上谈陆新生 称自己与老公真的很想要一个属于两人的小孩 她也一直在逐步调理身体中 甚至已经开始尝试做试管婴儿 被孕至今也已经超过七个月了 当时她在文中也强调 身材的却在被孕的过程中会走痒 但这并非她放弃管理所致 而是药物及事管疗程的影响 因此希望大家可以多给她鼓励与支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